第十一节目口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这里 今天继续有我 心里边两位相信我的很熟悉的嘉宾 跟大家一同在谈古论经 首先在我左边的就是句匡 还有右边也是白癬人 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你呢?你是誰? 是啊,今天大家看不到Vivian 她也是有些重要的任務 我就是Adrian 今天跟大家繼續跟進市況 首先我們先看看大市 這兩天大市都挺好的 心靈好一點 見到連續兩天,延續昨天的升幅 差不多兩天接近升了六八點 現在現步就是28807點 那會不會後市有些甚麼變動呢? 變動? 即是下五個市會不會? 大市民旁邊 好 那這個視況是可以展示圖 好,我們看看恆子的圖 我先分享和讚好 交易量,其實我們看到昨天和前天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有1000億 今天半天就480億 我們看看恆子的圖 好 現在就現步28807點 好,那一層高階圖表 好 現在就現步28807點 好,那一層高階圖表 大家會看到的支持位置 大概是29500點 這些位置 29000點至29500點 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支持位 之前 穿了之後 現在這個位置屬於一個阻力位 現在就是向上移動 移動 移動到阻力位 在技術上 這個叫後抽 也正常的 獲利盤是會出的 這樣會彈上來的 有朋友也問 短期來說,恆子是否脫離了這個危險區 我覺得就不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氣氛也正在轉叉 就算是 報紙 外國的新聞報紙 也在說 擔心G7高峰會 特朗普和其他的同盟國 都會有一些磨擦 又再開火 又的 不是,只是擔心 報紙說擔心 這樣看 就想一下外面的氣氛是怎樣 對嗎 聽到很多分析都說 在第二波的貿易戰前 形勢都不是太樂觀 好,那我們看完大使 相信今天或者昨天 最火爆的一個新聞都是小米 1810 我們看到昨天就有個消息 它就是納入了恆子的綜合指數 歷史最快速度可以納入恆子 這樣怎麼看呢 現在現價就是18.3 很特別 第一件事就是同股不同權 第一個特別 第二個特別 它敲鑼的鑼是特別大的 是的 它是200公斤 好像巨型的人 還有它是特別申請的 這個是第二個特別 而第三個特別就是 指數的極速就入了綜合指數 OK 還有沒有更加特別的呢 第四個特別 第四個特別就是 它那個小米很快就出期貨 很快就出期貨 是的 出期貨 這個通常都沒有那麼快 還有第五個特別 有關是護航的 這隻股票 是的 我們昨天 2007 我們的嘉賓 其實都說過 其實小米 在大市都不是太看好的情況 其實它都覺得是OK的 就是 說回剛才這麼多點 又說背後有一些高官的 是不是林鄭的兒子 林鄭的兒子是其中一個 最主要是 居然會說 財經事務局局長 會說 股價變動其實也不太重要 是的 居然有人 有官員做了裁員 是的 綜合這麼多的因素 不是啊 雷軍也有說 他說要什麼 首日買股票的人 賺一倍 是的 賺一倍 是的 我們再看回 其實 我對這隻股票也是那句 我由始至終都沒有改過態度 只是說 不是 不理會 是的 其實它今天也差不多接近升了10% 其實再看回 昨天 同一天上市的子圓圓 是這個 剛才也說了 那個盤子是不同的 是嗎 其實它那個盤子是在後門去敲的 不過 子圓圓其實 綜合兩天的升幅 其實都差不多有100% 是的 這間有沒有留意 這間反而是 在全世界 它是同一天 是在小米招股的 然後 基本上是零報道 我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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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有寫文章的 唯一一個警察說 它的招股價的範圍太闊 但是其他 全部的基本因素都很好 所以 會說 小心點抽 因為 如果你抽 最後的市值是4億的話 其實它的計法很不同 而這次 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 會生性 沒有人看好它 在後門上敲 升一倍 更漂亮 在門前 還要是 阿根靜 財政司司司長神母 不過 親自到航 為發聲護航的股票 這個表現是比它更加好的 是的 一些都不 非常生性 其實 如果說回小米 會不會短期 或者做一些中長線的部署呢 中長線 小米 小米 小米是我的背景 所以你可以問另一個 好 小米 小米 我先等大米上市 小米不買 好 不打算 然後 700會不會上回400 是的 有觀眾問 700會不會上回400 即700 是的 今天就有個跌幅 700其實有一個利好消息 我等一下再說 好 為什麼要等一會再說 你先看圖 現在就388 我自己看的小米 應該失勢 是不是 是的 你說騰訊還是小米 不是 騰訊 騰訊失勢 是的 今天看到的交易量 其實小米的交易量 已經超越了騰訊 會不會上回400 我看它的五年圖 有史以來是這樣的走法 它的走法是大波幅 大波動 然後之後 一浪跌一浪 一浪跌一浪 是的 也不是太樂觀 我也不是太樂觀 但是它的業務是OK的 它的公司也OK的 只不過 好像就是說 在場的市場人士 他們其實已經可能找到一些新寵 資金前去買其他東西 都很正常 其實沒有一間公司是可以獨大無限發大 對嗎 是的 有些消息 也不是消息 也不是消息 就是香港交易所7月6日 就會說 有一個新的指引 給互聯網公司的上市申請人 這個指引有幾個重點 第一 其實很多互聯網公司都會很高度依賴 沒有公司的一些關聯交易去生存 其實如果現在的上市規則 如果這些是上市的時候 應該會問到你暈的 喂 你沒有公司不支持你那怎麼辦 那會說 如果公司有什麼問題怎麼辦 那這些盈利是否真的 最主要是這件事 而第二件事就說 會有很多互聯網公司 他們派的一些紅股 是非常慷慨的 是 他們派的百分比非常之高 也會說 是難過到現在的上市規則的 而現在這個新的指引信 就是會說 有幾個人的東西 就是會容許他們 就是高度依賴沒有公司的一些公司 都可以說批准上市 而是說 百分比就是跟港交所談 跟著就是說 是可以給一些 認購股權是可以有高一點上限 還有會說 會說行使認購權可以多於十年 那就是說其實這些 好像所有的那些動作 都是會為了一些互聯網 資料可以方便他們上市 相信最受惠的是一些 獨角售 其實有很多獨角售的公司 其中一家是騰訊 因為騰訊 有大量獨角售公司 是會說估值極高 但是沒有上市 那它也要資產化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通告 對它來說是頗有利的 不過就不是短時間可以看到的效果 而你說基金是否換貨買小米 相信都 有個朋友也在問這個問題 相信都會是 因為它始終有指數 要跟回一些上市公司的規則 即一些基金的規則 會準備開始買貨 因為它已經說了月尾可以成為成份股 也要追貨 否則那時候就跟不上 Mandate 就會被人罵了 好的 我們Hilton就問你們的本書 有人問是嗎 基金是嗎 是的 是的 Hilton想知道你們的本書內容 我們在這裡也看一看圖 看圖 好 這個也看圖 是的 看到我們身邊巨瓶百賴人 就是出了一本書 投資很輕鬆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支持一下 可以宣傳一下 如何宣傳我呢 突然間彈了這樣的東西出來 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都投放了很多的時間 去寫作這本書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金融市場上面 是可以輕鬆地賺到錢的 好 那 講完本書了 我們繼續 好 跟進今天的內容 好 開回來 開回直播室了 廣告時間不會提到 是的 好 年金計劃 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 也不是最新的了 7月9日起 可以回直播室 派這個表 投保額是五萬至一百萬 其實這個變相 是不是一個自製長良 一個保障的計劃呢 我遲點會分享這個 因為我以一百萬做計算 其實 他的玩法就是 我在我的眼中 會投保 成保的機構 真的贏了 因為他本身 一百萬來計算 每個月會派五千百元 其實 首先 就是派到 去到 可以派十五年的回本 以男性為計 其實 剛剛派到那個年紀 就是 男性的平均壽命的計劃 應該都是計算了 是的 然後 最後才會多過一百萬 所以 但是 這件事 都還沒計算通脹 是的 其實 15年的貶值 我覺得 有些問題 為什麼 不一百萬去做其他 一些 額外的投資 或者是收租 我會寧願有這樣的考慮 其實如果 以這個回報率 那些來說 其實是不是 都不是太過 我自己看就不太過 因為 你下一件事 就要養生了 因為 他計算的數目 剛剛平均壽命的位置 就是說 會說 平均壽命的極限 就是回本 嗯 很盡 即是說 你要計算的數目 我有信心 是超過 會說 香港人平均壽命的極限 你才可以去買 其實也要考慮 也要考慮 究竟你的家族 的壽命高不高 明白 如果你說 本身 會說 本身家族的人 都會 年紀上 都會 比較 超過平均的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 會有這麼多 風險 這麼多不確定的 不如買回債券 更好 也是 好的 那我們繼續解答一下 一些觀眾的問題 1757 或者先回答這裏 好的 首先有觀眾問883 883的 他說受惠尤家利好 做一些小頭肩底 有沒有想 這是Sam哥來的 對 按手寫書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不用做會 哈哈哈哈 問883 按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看圖嗎 今天派息 883 嗯 這幅圖 五年圖 難怪這麼好 你也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OK 我看外面的新聞 都說 尤家 他們是看照片 分析員 都是看照片 我不明白的 即是我孤陋寡問 我覺得美國的技術是很好的 就算是熱癌氣 跟沙特阿拉伯 都是出產一些能源 我覺得其實供應量是越來越大 所以應該那個價格是會受壓 而影響到那個順利 即是相關企業的順利 明白 但是這一隻 它產上來的勢 其實挺好的 你能看到 是的 所以你說 我的看法 跟股價的走勢 是兩回事 是不是 那我怎麼辦 股價不錯 股價不錯 但我看得比較淡 是的 好 然後2328 2328 隨正前已經買了 是的 現在的目標呢 目標價可以看多少呢 中國財險 現在是8.77 很小的時候賣過 這些股票 原來前面有個螢幕會顯示號碼 是的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 是的 稍後再回答那兩個號碼 是的 好 隨正前已經買了 我先看看 不好意思 隨正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是六月二十七號前 收了三個三毛板 是的 他就說目標價可以看多少 現在 首先說這隻股票 好嗎 先說這隻股票的特性 好 2328 這隻股票絕對不是 適合一些普通的珊瑚去玩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可以看看 其實過去的紀錄 他的公股也很麻煩 2011年有10公1 2013年有10公1.1 2014年有10公0.9 然後2018年有10公5股 基本上一般省戶 如果要去投資這一類型的股票 其實是需要鬥志鬥力的 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可能手上有大量的稅股 要去即時操作 究竟怎樣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變相來說 他們又會去 即是 裡面的玩家也會去想 哪一個位置才去抽高 比較有利 嗯 裡面牽涉很多技術上面的東西 就不是說 只是去看業績 或者是派息 每年派息 他每年都派息 但是同時間是 即是技術上要求高一點 是的 這些公股就叫做質素公股法 是的 你最不盡這條數的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你買幾千萬 買沒有麻煩的那些就會好一點 好 接著就是6088 6088 11元入 應該都答得挺好吧 好 現在就在這個 11元入嗎 現在是這個3.52 11元入 對 哪裏找到一個位置 那是11元 是不是 可不可以跟正一下 對 是不是 他沒有拆過 沒有攻過 Chan Chan 是不是打錯了 他不是11元入 是7元入 是不是 他是語音輸入法 608 60 我7元入 誰知道是11元入 對 7元就好 11元就好 好 好 先說吧 這隻股票是有派息的 派息的話 就是怎樣說 就是公司他 他是願意 將這些錢給股東的 OK 你投資下去 他給你一個信心 信心就在股息那裏 但就不在股價那裏 原來打錯了 是6098 6098 OK 這樣騙我 這樣騙我是不行的 是櫃圓服務 是 雖然有良好的服務 這樣騙人的 好 這隻股票是沒有 他11元入 派息的11元入 這次是高還是低 現在11.06 好像很新 很新的 是本身股 那隻是新的 這隻股票就是 會分拆2007而走出來的 那就是大家 其實如果你想持有這隻股票 就很簡單 就是當時 就是 其實是2007的股息 每8.7股 會一股的逼桂圓股份 所以 這些股票 其實很多人 都是零成本可以持有的 所以 但是其實零成本 那群人都應該沽了貨 那 我只是純粹關心 就是 喂 200多的 一間管理公司 是不是真的抵抗呢 我有質疑 這件事 如果你說 真的去到9元 我覺得 沒所謂 但是11元 很尷尬 我覺得 你可以再 等 因為 其實最大的股額 是 有一班基金 本身持有2007 他都變相 持有了 會說6098 已經退場了 其實已經乾淨了 明白 但是你說 上去 我始終有問題 200多點 這個位置 沒有說炒不到 看財力 不過值不值得炒 可以這樣說嗎 是的 都可以這樣說 不過其實 2007也有新股上市 是嗎 哦 那 真的不知道炒哪一隻 是啊 他自己也有一隻 現在準備上市 所以 逆居 逆居也是 等一下可以說一下逆居的事情 好 我們先回答一些問題 好 Fanny就問 小米 入了這個成分股 那 是否意味這個北水可以買 以及這個成分股有變動 是否在局買 Fanny答得對 因為 成分股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學財技 就是這個 我們學財技 就是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散貨方法 就是指數散貨方法 成為指數之後 基金局買你的股票 你向下炒也要局買 是的 所以 所以就是 是局買的 23日前 23日前 還可以平穩 好 他就說 這個北水 是否可以買 北水 應該遲些 這隻東西 特事特辦 很重要 明白 實在是有點過分 好 好 我們說這個 439 見到連續兩天 都有一個聲幅 這個光琴歌 是的 這隻東西真的很熟 通常都是幾個月 就會有人問 幾個月就會有人問 這隻 這隻是傳說中的神股 而這個傳說也可以讓你見得到 這隻股票是一直向下跌的 看遠一點的圖 大家可以看一看圖 439 五年圖 五年圖 五年圖也可以 十五年圖也可以 你喜歡的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爆炸力是很驚人的 在早一四年中的時候 它的升幅 好像是30倍還是60倍 30倍 我們的朋友拿到 從二十萬步升到升級 就是炒成為富豪的第一步 這隻也是會說 高振信第一個代表作 明白 它炒上去之後是怎樣 其實你見到它 慢慢慢慢慢慢地滾 其實你見到它今天有反彈 這個反彈是代表什麼 其實你會看到的 因為其實是早早才反彈 今早彈 今早彈之後 今早的成交會比較薄弱 今早彈的意思是 可以用一些比較低成本的貨 或者錢 錢就可以把股價打上去 可以繼續慢慢派 明白 當年這隻股票叫鷹發的新 很後悔沒有買到 我也很後悔沒有買的 因為當年的朋友叫我們買 我們已經讀完圖 這隻可以的可以的 炒得過的 夠乾的 又重組股 已經講完原因 我也是沒有聽到的 很後悔 好 繼續行 對 1415 他就說沒有貨 好 先看看 1415 現在沒有貨 想問一問 怎樣看這隻 1415 高位電子 好 現在就是在報1.63 高位電子 高位電子 2元上過5.7元 即是說借近三倍 回答下來市值是13.5億 OK Lokomad 要炒炒了 是否在派 去年7月 炒到10月 回答下來 去年7月 先看看一年 好像在派貨 青海姐 有技術 你會看到 上年9月 派息少了 從派息可以看到 其實這間公司的實力 所以 自己想 好 對 向下走勢還未 還未完 還未完 他沒有貨的 沒有問題 對 雖然如果 你怎樣吸引我買 你會派息派少了 雖然這隻股票是這樣 但是 他跟小米選 我會叫你選小米 OK 明白 雖然我覺得小米也是賊 好 繼續答 1093 1093 他今天23.3號的時候 入了 現在走不走呢 今天入 是啊 這麼快就走不走 他現在 這個石藥集團 現在就是22.25 2.25 這麼沒有信心 現在一賣完之後 就怕 為什麼會 當初入 是什麼原因 令到自己很想入 而為什麼這麼快又會想走呢 我覺得 這個位置要 23.3號 你今天接人高位入 是啊 而且 這個價錢 就算現在22.25 也不是說 跌得太多 看回那三年圖 他就由8元衝上來24元 那就是三年升兩倍 是不是 那一間公司三年升兩倍 如果是一間公司的業績好的話 他是值這個價錢的 他應該要上 是不是 但是我看他的業績 是否追得上股價 好像又不是很追得 我就算去看他的派息 看他的派息紀錄 其實他 他是有增加派息的 但是百分比 就沒有股價升得這麼快 就是說股價是比 一間公司的成長快 明白 那這個 這個 藥和 價格板塊 都真的 開始炒得過了 所以 都 開始 大家 會想 是不是炒熱的板塊 一直可以熱下去 這個大家要想想想想 我簡直覺得他都陷入了 炒熱 市市盈率49倍 一直是虐股 雖然說 若股 多數是不受這個經濟周期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 就算人 怎樣病也好 都要看醫生 沒有可能經濟不好 不看醫生 最多就是不去吃自助餐 他的賣點就是在這裏 就是說他的收入會比較穩定 但是他收入穩定 那地鐵公司收入是否穩定 不是一樣穩定 但是沒有那麼好爆炸力而已 那就是說他穩定的話 市盈率值多少 是不是值到50倍呢 是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計算 對嗎 所以我覺得他又不是值這個價 現在買下去股價 我覺得是貴了的 那是不是又買貴又沒有買錯呢 我都不敢回答 我覺得他查得太越 最重要是 這件事始終擔心的位置 是的 他前陣子就是 納入真正的恆子 剔除了我聯想就是這隻石藥 其實他現在回答他 23.3 那他走不走好呢 23.3 是的 即是他入了 投資意見 交給AGIAN 是的 那就 手下吧 但是既然你一買已經有這麼擔心 即是說其實你對這隻股票的信心也不太大 那不如會說是平手走會不會有些 因為這樣說 我們做投資做炒股票 有兩件事一定要想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買下去的價格是否正確 這個是很關鍵的 第二個關鍵就是 究竟我們有沒有一個心理的質素去持有這隻股票 是嗎 一定要配合到兩個關鍵的條件 我們才能夠在市場上面賺到錢 但是如果你說第一天已經開始害怕的話 其實你對他的信心也真的不夠高 所以呢 不如換一些會不會令你有信心味會更加好呢 嗯 我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 那我們繼續回答一下問題 27號 這個銀魚 能不能進入呢 27號 前陣子被人扔到傻了 多前陣子 即是你說二十多元嗎 哦 前幾天 前幾天 是啊 被人扔到傻了 你看看七十一元一東西扔到傻了 五十多元 四月那時候 好 那他就說現在可不可以進入呢 現在可不可以進入 我看到現在就在報六十一個半 薄火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是薄火 薄火而已 沒有什麼贏面的 你從基本面去看 25個市盈率 你說高不成低不就 那你買下去究竟是 是純粹薄外反彈 還是做一個長線投資 做一個長線投資的話 就不是現在做的 是吧 即是你說想找一隻股票 長線投資 在現在二萬八千幾點的時候 找一隻很優質的股票 難找 不是沒有 但是優質的股票 不會在這麼出名的股票裡面 嗯 好 這間是優質 現在公司不是優質的股票 明白 五十九元我夠膽量 現在真的很危險 嗯 二十七 Sam就說看六十六元 有機的 短線 對 薄火而已 其實好像彈波子一樣 你說買下去 涉及技術位多不多 不是很多 運氣佔的成分多些 好 小米能不能進入 對 有人問小米能不能進入 交給Ajian 小米 剛才我也回答了 如果想聽一些意見 就可以看回剛才的回報 我以為是你 那就是要問白賴人 寫過去 關我什麼事 白賴人的意見都很堅決 這件事很堅決 是不建議的 是 是呀 升也不建議 好 最後再回答一條 Fanny就說 這個豐葉教育 拆細了 除了容易入場 背後有沒有什麼操作呢 其實拆細呢 第一個想法就是散貨用 因為之前的人 可能拆了心口 不捨得買的時候 即使看到每一手便宜了 這樣就會令到人買的機會高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派貨訊號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兩位答了這麼多問題 最後都可以再宣傳一下 他們的書 就是這個投資很輕鬆 是否要數一下 好 我們可以數一下他的電腦圖 我已經走了 好 看到了 如果想訂購這一本書的話 可以到球資投資的網站 按上面那條連結 你就可以訂購得到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好 記得留意他們的Facebook 好 剛才那些股票 我並沒有持有的 居瓊呢 是沒有的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時間 再跟大家談股論經 好 拜拜 See you Bye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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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啊